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十善月道经》第十一面 第一行 最后一句看习 若能回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厚称佛师的无爱心观者无厌 这是说段成会 将这个功德 不求世间的佛报 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 不求世间佛报 不是没有佛报 而是佛报更殊胜 佛报虽然现行 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决定不能生欢喜心 这个就是说不受佛报 佛报再大 也不享受 把这个功德了 回向无上菩提 那么到成佛之后 古报就书身 这种书身是没有方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所以佛在经上长讲不可思议 但无爱心 无爱是无障碍 就是孔子所谓的 随心所欲而不欲举 这是无爱心 在大自在当中 又能与一切众生相应 不违背世间法 这是佛家常讲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如果我们对世间法有妨碍 那就有障碍了 佛法与世法 与处世法都无障碍 才叫做无障碍法 才是真正的协讨 华言经上所说的 离世无碍 离世无碍 寺世无碍 灌这无厌 这是书身的国报 凡是跟你接触的 文明 文明 皆面都能生欢喜心 这是过去深中 深深深深深深 修十善业的国报 再看底下 再看底下一段 这协知协计 这协知协计 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你的想法看法 与自信完全违背 这叫吃 吃就是协计 能够远离于吃 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比前面两条难得多了 事实 前面七条 都容易断 唯独这幕后这一条难断 佛在经典上有个比喻 断吃货 好比是偶断吃货 很不容易断干净 断烦恼 戒根定 持戒修定 就是这十条里面 前面九条 能持戒 身口可以不犯 能修定 定能够断贪嗔 可是吃没法子 吃一定要开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吃才能断得掉 不开智慧 就一点办法 都没有 可是我们要晓得 愚痴是所有烦恼的根本 为什么会有贪 为什么会有称 吃吗 愚痴吗 为什么身会造杀到营 口会造妄于 念学 都是愚痴 那么由此可知 这开智慧重要 佛法修学 终极的目标 是在开智慧 开智慧 断根本的愚痴烦恼 智慧 智慧怎么个开智慧 一定要一界得地 因定开智 佛给我们说了 这个层次 这是 受风 三世 一切祝福 所修学的过程 我们想修 也不能例外 许许多的人想修 修一辈子 都开不了智慧 语音在哪里 戒不清净 定都得不到 那来的智慧 没有戒定的智慧 在佛法里面称之为 是之变从 儒家所讲的 济问之学 不是智慧 你是听得多 看得多 记得很多 不是从自信 全是从外面来的 这叫济问之学 卢家对于这桩事情 说得就很好 济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私 可见得 古时候 学则老师 不学济问之学 学真正 有修 有正的 老师 所以有修 就是要把 所学的的东西 完全落实 不能落实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修的人 一定落实 这一点 非常重要 落实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持戒 持戒 才能得的 甚深的禅丁 才开智慧 潜的丁 还是没有智慧 你看佛家讲的 四禅八丁 都没有智慧 所以出不了三阶 这个丁功 深了 阿罗汉出了三阶了 阿罗汉 修的是 第九丁 这超越了 楞严经上 所讲的 九次地丁 所以 学佛是以开智慧 为目的 开智慧 就不能不放下 这个不放下 是开智慧 最大的障碍 不肯放下 这个东西 不是不能 是你不肯 放下 是自己的事情 不是求人的事情 求人 人家未必答应你 难啊 这个事情求自己 自己不肯放下 那就没有法子了 自己要肯放下 这不是难死 所以 自古以来 这修行人 能有成就的 能开悟的 能正果的 什么原因呢 能放下 修行 不能开悟 不能正果 是不肯放下 这个事实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下面讲十种功德法 十种礼 何等为时 以得真善意乐 真善等旅 这是第一个理由 你能够得真实的 善意乐 这个善意乐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快乐 这是真乐 不是我们 一般概念里面所讲 苦乐之乐 苦乐的乐 是相对的 不是真实的 佛对于这一桩事情 把它说作坏苦 乐是坏苦啊 苦是苦苦 乐是坏苦 那不是真乐 真意乐 佛经里面所讲的 常生欢喜心 为什么 因为它常生智慧 它得的是真正的发喜 发乐 真善等旅 这就是它界定会得真善之事 常常常遇到真善之事 常常亲印真善之事 与真正善之时 做伴侣 这个伴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餐道友 这个伴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餐道友 一有邂选拥 肯定 你齐心动念 都随身烦恼 我们讲的是常生烦恼 忧郁 忧郁 疑惑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敢确定 这个是愚痴所造成的 断愚痴 难 可是我们总是要学 再难也要学 能得一分 有一分的受用 能得两分 有两分的受用 邂选的根本 就是把这个身体当做我 这是邂选的根本 叫我见 你看见死烦恼里面头一个 我见 深夜 修行人 这自古以来 修行一辈子 不能说他不用功 不能说他不精进 但是一生都离不开烦恼 都摆脱不掉 什么原因 执着这个身生活 这是我们常讲的 齐心动念 自私自利 只要有这么一个念头在 断断斜剑就不可能 断斜剑就不可能了 斜剑不断 贪嗔 必定随之而起 只能够说 只能够说 把贪嗔 压制一些 减少一些 决定断断断 决定断不了 这个一般人常讲 人死了却做鬼 明明有六道 怎么能肯定人死了一定做鬼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说这个话必有原因 佛给我们讲的诡异道的原因 是贪欲 第一个就是贪 即自身 贪爱这个身体 这个色身 这是头一个 头一条的 这是根本的贪欲 不知道这个身是假的 佛说的好 四大五运 假祸而生 不是真的 语言神之法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我们把这个身当作自己 看得这么重 坚固的执着 这一个因素 就是堕落 没鬼道的原因 人为什么死了就做鬼 就这样去做鬼 鬼比人苦 鬼比人可怜 人还能见到阳光 鬼见不到 鬼的境界里面 每一天所见到的空间 都是灰脱脱的 像浓云密布一样 永远见不到阳光 所以我们说他做阴界 阴界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一生当中修行 要想得一个结果 得一个成就 你不随胜佛陀的教诲 怎么行呢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佛陀对我们的基本教诲 就是这一部十三叶道经 重要啊 佛在这个经上教的 这十条 务必要认真 努力去学习 失误 是我们无时界以来 累积的 业障 烦恼 稀奇 我们今天不必说断了 断太难了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 福 你能把它福住 这十种务业 都不起信心 这福烦恼啊 我们念福才能往生 这十条烦恼 扶不住 虽念福也不能往生 往生的条件 是一向专业 我们烦恼不断 那就是一向架杂 不是专业的 家杂 这个功夫不纯 不能往生 自己不是真正的 善人 你在这个世界就遇不到真善之事 你决定遇不到 佛菩萨来了 你也遇不到 佛菩萨天天跟你在一起 你也遇不到 为什么呢 你心里头讨厌他 你心里头看得不顺眼 这是什么原因呢 烦恼起现心 如果你心里纯善 你周边所接触的一切人物 都是善之事 都是佛菩萨 这就是欧耶大师讲的 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你有真智慧 祝佛菩萨都在你面前 没有真智慧 祝佛菩萨在你面前 你都看不顺眼 你怎么会得到发喜 你怎么会得到真善一路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体会到 佛法的教学 实实在在是帮助我们 破米开悟 利苦的路 这个利苦就是 福烦恼 断烦恼 得真善一路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